师父经常看我们觉得我们很苦,但我们有时身在苦海去不自知,是不是因为师父的境界比我们高出太多,看到了我们的过去,现在,现在,未来的因果,有了对比,所以知道我们很苦,但我们不懂因果,所以对自己的苦还没有意识,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们如何才能觉悟自己受的苦,从而生出出离心,提高自己的境界,进而慈悲心,一心一意,救度众生一门精进呢? 首先,讲的当然对的了,什么是要师父啊?师父们当然比你们境界高了,我曾经举过个例子,不是太好听,对不对啊? 如果过去有个牧民养了一群羊,对不对啊?我们拉下来讲,对不对啊?师父,如果是牧民,你们是一群迷失的羔羊,对不对啊? 羊跟羊自己在搞来搞去,羊跟羊在打架,羊每天还涂脂抹粉,很多的羊还把自己化妆得很好看,很多的公羊还去找牧羊,还要嫉妒,还要搞来搞去,你说说看,这个牧羊人觉得他们可笑不可笑? 可笑是 我们现在的人,在人间,恶欲我诈,你真我都,菩萨看我们,你说可笑不可笑? 可笑,可笑是 现在明白了吗?那就是境界,那你说你怎么样能够变成个,让羊能够感受到人对他的关心呢?就拼命地学人呀? 对对,是 你要学人的境界呀,学人的境界你才能牧羊,你要学菩萨的境界你才能超脱人间的那种烦恼和苦恼啊? 这还不懂啊? 嗯,是 好了 明白了,感恩师傅 好了,师傅,还有个问题就是,有一位新童修,刚刚修心理法门,每几个月的时候,他就梦见自己头上有光环,然后有个声音对他讲说,你以后会无上正能正觉,让他先忍耐九年,以后就会越来越好 他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,他家人对他的障碍特别大,特别是他先生和他的公婆一直障碍他学佛,他很苦恼,他都是偷偷摸摸地学,并且还教会了两个孩子一起念经,念小朋友也逗人,也非常的精进 师傅,你能给他开始几句吗? 九年嘛,很简单了,熬一熬了,人间一年,天上一天,九天,九天后就可以了,这大熬的修,要忍受九年之痛,就是说像人家九九八十一难一样的,没有办法,要熬疏头啊,就得靠自己不停的修啊,明白了吗? 好的,师傅,感恩师傅 但是我可以告诉他一句话,五年之后他就会越来越顺了 好,感恩师傅 就叫他自己好好的念经,嘴巴念的能量大了,对方讲都不敢讲他了,好了 好的,师傅,感恩师傅,师傅太慈悲了,师傅肯定给大家持了,感恩师傅 好,好 感谢观看